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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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第二章呢 是要介紹特殊念念 第一個 我們介紹 這個Maxwell 方式 這個Maxwell 方式 這個Maxwell 方式 導出來的變成果 然後第二章 就是 我們把問題 從最簡單的開始 Maxwell 方式 從Maxwell 方式 我們現在 每個電客的時間 就是Charge-free Bitch Gold 方式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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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方整 把出來 然後再來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人家的 我們就知道 軍人波方整 然後我們再介紹 要施線機關的 這個我們就不相信講 之後我們會打一下一下 Next, Equations Next, Equations 要看這個電腦 看這個電腦 大概變成這個程度 像這個地方應該是打圈 應該是打圈 這代表 如果是面積分的話 它就是代表 Crossed, Subway 性 封閉面積分 如果是路徑的話 它就是代表封閉路徑的積分 比如講義上的環圈分 它是圈圈分 Next, Equations 通常說 積分是 跟唯一分比 在浮部的階段 是光學的積分 是分數 Crossed 地律 Crossed 地律 Crossed 地律只能用在哪裏 我們各位 我們學會現成的 用在什麼狀況 你們要回答 什麼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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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荷的分布對稱 電荷要用某一種對稱分布 才能用 不是說才能用 它其實都可以用 但是 只有對稱的電荷分布 你用高速定律 才能夠把電荷籌出來 所以你在用高速定律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高速定律 求電荷 你一定要取一個高支面 Gaussian Surface 你一定要取一個高速定律 你是取一個球面 還是軟柱面 還是責面 你一定要把它講出來 從這個都要講出來 它一般我覺得做一些比較少 做一些這麼久 這個時候最後最後就碰到你 高速定律不會 不曉得什麼叫高速定律 所以你把我列出一下 《普通物理》那兩張 仔細的看看 那有利益 你現在的看不行 把它離開 讓我能夠更加的離職 好 這個是 七分式 七分式 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 五一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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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Average E 等於 Charge 這個V代表什麼意思 V代表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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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代表 Charge Density V就是強調它是 Volume Charge Density 體積的電荷密度 那就是 每一個地方公主 還有多少空門 但是這個符號 各本書都不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 陳隆那一本書 用的符號 別的書呢 就是有Rose 那如果是滅激溫 Jenny就寫的 S Surface Church Ensity 那別的書就寫的 Diamine 寫的Sigma Sigma Sigma 都不太一樣 我後面會 可能都不用到 但是我會不講解它 這個是高斯利益 這個也是高斯利益 它叫磁場的高斯利益 這個呢 是法拉拉地益益益益 這個呢 安憑益益益 然後 Maxual Equation 把它推斷 這個就是這個樣子 它這個 高斯利益 Maxual Equation 它寫的 它寫的 可能不一樣 有的是 就是把這個地方用D ABCD的D 來寫 用D寫的話 這個就是Rose 就是Rose 就是Rose 那麼 也有的把這個 這個S呢 用B來表示 用B來表示 用B表示的話 真的都要加一個B0 那麼 所以它的變化很多 不只我講的這些 它還有 用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用這個 空間的這個 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黑手代表 所以它的變化很多 那你們就必須要 把這個高斯利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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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任何理 要能夠 要能夠 對它熟悉到這個 這個地步 你 留起來 才會可惜應付 好 我們知道 Maxual Equations 是這個東西 再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來推倒 我們現在就來推倒 對 第二張講 第二句講 沒有電荷的空間 非均勻 電池 或空間 好 現在我們看 沒有電荷的空間 就是 從電荷的空間內 電荷的密度 柔和一 等於零 就是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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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零 好 那麼 如果這個是零的話呢 那我們 把剛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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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把這個 一送零的沉過來 這個等於零 它就會變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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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H0 是常數 它不可能是零 所以 代表零 一定是 Diverge 1 代表零 Diverge 以後 你們寫 項量 一定要寫 清 你看這個 Diverge Diverge 它代表像樣子 是否 這個要加很切 Diverge Diverge 是什麼 Diverge 這個算是不是 電視界學法 Div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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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 哪一個人都講 你們要有一種反應 你看有時候我們看國外的電視 小學太多的中學 大學生也一樣 老師問一個問題 你才真的舉手 真的舉手 都講出來 我們都好像很清悲 都不講 都讓別人講 台南同學能夠講 這個 這個帥徒 他叫做operator 是什麼東西 在體孩坐標 我們先做體孩坐標 是什麼 他學一學 不清武器來學 講錯也沒有關係 怎麼你真正不懂 比如說我們把ij 可以當作 psychofenia 它就是什麼 i 方向 partia over partial x 加上j 成長 partia over partial y 再加上k 這個代位向量 partia over partial z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因為它有njk 這三個代表 代表 一孩坐標的三個向量在裡面 你指它是向量 上面一定要加箭頭 好 電場 是向量 一定要加箭頭 向量不可以不加箭頭 我一再強要這個 我在交武器的時候 我就跟同學說 你一定要嚴格的把這個習慣 學好 可是到四零 四零 四零 還是沒學好 它寫出來向量不是向量 純量不是純量 那你向量、純量搞不清楚 你以後你怎麼學下去 你怎麼學 以後我們想下去就知道了 你向量的純量沒寫清楚 你根本就沒辦法學好 它電視覺就熟不上去 好 那 那 因為這個代表沒有空間 rown代表就是這個代表 那 diverge1就是 這個 這個diverge1就是 這個a 我們就把 max equation 第一個數字寫在這裡 我們現在這個 2-5 diverge1 diverge1 一個都沒有趕 你看這 cross cross 跟 道 也一定要寫 你在中間 什麼叫道 什麼叫 cross 也都不知道 外寫一通 外寫一通 就不寫 就不寫 根本就不寫 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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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做一個旋渡 再做一個旋渡 這裡做一個旋渡 這個旋渡 再做一個旋渡 這個旋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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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w1 可以用這個旋渡 這樣旋渡 這個旋渡 我們來看 我們把旋渡 Crow1 Crow1 它是 這個旋渡 這個是一個向量等等的設計 向量等等 這個在電磁學裡面 都用過 它可以很等於這個 很等於兩項 Divergent yield Divergent yield 最終的 Crow1 Crow1 Divergent yie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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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將 這兩項 分別來 fiber 分別來 fiber 這兩項 會分別來 fiber 分別來 fiber 在这两个式子里面看 那我们就得这样的两个式子 就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 我们称它叫做什么东西呢 成为没有电荷空间的非均匀电磁波浪者 如果这个讲义上有写明文的话 我这里挥了这个摆面 我这没有写的 这个叫做非均匀的电磁波浪者 如果空间没有电荷 也没有电流逼风 也没有电 我们现在的空间将为 真空空间 entity space 有时候我们听它叫做自由文件 或者叫做真空空间 这个文件 均匀地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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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导出这个来 這個過程,希望你能回去自己來打一下 自己打一下A 不要只看這個,我講一寫出來 你們就不理他了 好,這個時候再來背 應該有用嗎? 你回去打一寫一寫一寫 把握上去,今天可能就是能解脫 好,這裡 那麼,下一寫一寫一寫 那我會,今天我已經把第三章上文 那你們,今天我對著我做完 就想完成這個小事 第三章,他們想來 回去要複習哦 我叫你不要推倒,你這樣推倒 以後有細體一定要做 要不然你媽媽就有聽不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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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